美國慈濟新澤西分會 每年舉辦一次社區健康日 除了諮詢服務 也提供免費的流感疫苗注射 想要健康就要行動 行動之一就是定期健康檢查 但是在美國有許多人 病了痛了還不見得看得了醫師 這時候很需要的就是志願服務團隊 他們因為保險的問題 或者他沒有買保險或身份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負擔這些檢查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聯繫 因為在新澤西現在每一個州 至少都有一個點 可以提供這個免費的妨礙篩檢查 慈濟新澤西分會 一年一度舉辦社區健康日 經驗豐富 佈置各服務區井然有序 民眾可以帶著檢驗報告 也可以掛號多科別 向七位醫師請教任何健康問題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幫助在新澤西華人 比如說他們有言語方面的問題 還是也不知道去哪裡找什麼醫生 所以我覺得有這樣好的機會 我想就是告訴大家 慈濟人醫會以及三個醫療顧問團隊 合作無間為民眾編織健康防護網 盡力察覺疾病不漏接 大愛新聞真善美職工黃英怡 陳再新美國報導